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9月29日 今天新华社头版头条 吹捧习近平 吹破了牛皮 习近平外交思想 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潮流 非常有意思 命运与共行大道 新华社这篇文章还不短 素千言虚构 渲染夸张的 习近平所谓的全方位外交思想 看一看这篇文章 真是感到滑稽可笑 分成几个章节 我不去服输了 总之一句话都是骗人的鬼话 我都怀疑新华社小编记者 说哪户不开替哪户啊 知道习近平在国际社会 特别的孤立 但是呢又特别的虚荣 怎么办 就搞出这么一篇文章来啊 要叫我看就是hater 你看习近平干了这不到事呢 比对一下自从老子东以来的领导人 哪一个领导人像习近平这样的 在国际社会的这个舞台上 如此的孤立啊 孤立到什么程度 几乎一个像样的朋友没有 真是过街老鼠仍仍喊打啊 一直到现在七大工业国 已经把这个军事的实力啊 全部压到了家门口来了啊 而且在这个北啊 在这个南韩呢 和这个日本已经精神开始布局了啊 就等于这个濒临城下了 下一步就是说随时就可以开打了 你看现在对蓬佩奥已经是第二次访台湾了 是吧 佩洛西也访完了 这个议员来了四五波啊 州长来了两人 现任州长啊 你就看美国不停打这个台湾牌 你就知道了 这个中共国现在处于这个多么危险的境地 福利受敌四面楚歌啊 一个朋友也没有 但是呢 他却推出这么一些文章来 其实就是黑他啊 人家就是嘲弄他玩啊 你看这里讲的很有意思啊 还是在世界发展的十字路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你共同体变成病毒共同体了 对不对 都跟他倒霉 而且美国现在已经 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 已经考着高科技 现代化的疫苗啊 莫德纳会有效的治理了这个毛啊 也顿胜利了 你看现在美国加拿大经济也是通货膨胀比较厉害 但是最起码复工复杀 全面恢复正常生活 你看中国国现在 我都讲了多少次啊 他这个是明显是小编们迫于压力啊 不得不写这编文章来吹捧他 因为他就这么个人吧 是不是啊 这个白人说成黑 黑人说成美 每天就是吹牛撒谎编故事 编一出事一出 每个都打自己的脸啪啪啪响 你想在国际舞台上过去 我记得在毛泽东的时候来讲了一句话 很好 他说 国家无论大小 外交没小事 就涉及到外交的事全是大事 你看他根本不大回事啊 和几乎所有国家都斗的死 你死活 连瑞士瑞典都得罪 瑞典都得罪 瑞典那是啥国家 那是小的不得了 都得罪 你就想想吧 不去服输了啊 他在国际舞台上 由于孤立 由于没朋友 任人谴责他 他才搞出这么一篇文章来 企图为自己虚构 自己安慰自己吧 也就是新华社的编辑记者们 反正是知道他傻 他还挺表扬话 领导就写吧 闭着眼睛来写 编这些故事啊 他讲到世界跟我同乘一条 命运一共的大船 国际社会是一部复杂精巧 有机一体的机器 那啥意思 就这么复杂的有机体 习近平的量价核水分根本 人家领导不了 就是这个意思 他不在这玩他吗 他单单自己看他 乐的梦里都笑出声 因为他没文化了 就看标题一看 挺好 这么长 好大块文章 国子大者 其实人人恨 你就想想 就搞了这么一个上和组的峰会 晚宴都不敢参加 都不能参加 跑步 怕家里正面 你就想想到什么地步 更大量麻烦来了 不是说这个虚假的宣传 经济完蛋了 今天海外的万维网 有两篇文讲到 这个就非常好写的啊 他讲的一个是网易发表的 比房地产更大的雷可能要来了啊 今天海外万万一转发了 就在两个星期前 深圳最大的三家房地产经济公司 自一的市华房地产投资顾问有些公司 发了内部公告 说他们的合作伙伴啊 在中国排名前50名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三分之二要死掉了 马上就要完蛋了 就倒闭了 不是资不抵赛 就是资金链即将陷入断裂 这意味着什么呢 无论从资金端看来 还是从市场面判断 房地产思想已经 房地产市场进入一个不可逆算的衰退期 完了啊 风光不在了 中国这个经济就是 火车头就有地产 地产没有就彻底完了 地产搞 地产如果衰退了的话 你想政府卖地卖给谁 以前老百姓都不做骂吗 啊 说这女人卖什么什么 政府卖什么卖地 对不对 讲的难听啊 现在你卖地都没人买 谁买啊 是不是啊 你财政是哪里省钱呢 啊 是捉金建筑的八月底 兰州城 城头技术 技术性违约了 兰州城头呢 肯定是国企了 对不对 你像重庆的八大头 全部破产了 所以城头就是城 城头公司 就是城市建设 投资公司的简称 基本都是城建局的 是吧 国企大字号国企 现在全都赔钱 啊 他说是中国各大城市政府的 投资中资平台起源于九亿年 承担相应的政府职能呢 是特殊市场经营主体 又独家经营的 此类城头公司大都是不具备盈利能力 属于事业单位和国有独自公司性质 他们是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实现营运的 营运的啊 属于带有政府性的特殊市场经营体 而这次呢 兰州城头的违约是兰州城头平台所担保的 非标准这个利息的违约啊 你就看这多可怕 是不是啊 重座中是同城头是地方政府进行当地的财政税收最大的来源啊 13年的时候全国各地所有的地方公司加起来的公共债务大约是2.1万亿 但到了2020年就到了习近平 他胡说到最后 九年之后的债务总额已经变成多少 13.74万亿啊 就习近平把改革开放成果继红利全部汇获一光 你就看城头我是知道 那大力对我城头啊 是不是啊 辽宁省也有啊 独家经营他都搞到这个城头 而这其中有6万亿 却是在这两个里增长出来的 兰州城头违约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呢 可能是连环的暴雷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多的钱干什么 就是呢 全部买地去了 买地干嘛 跟房地产公司做房地产去了 城头不偷到地域里去了 现在房地产这个消掉到这个城堡 今天早上我听一个自媒体的报道啊 我早上起床闭着眼的听 这个听那个就是讲这个房地产 你说卖房还有卖半套房 你拿半套房的钱 完了给你一套房住 还有卖买房的时候给你叫车 还有的增送70年的这个这个物业管理费 你竟然相信了 你就看出五花八门啊 可以这样讲吧 这真是啊 这个薛街的脑道要卖 这种也卖不出去嘛 是吧 搞成这个样子了 你就想想送你70年的物业费 你就相信了 70年以后 共产党在哪里啊 是不是还是和平时期啊 你可能7年以后就是战争炮火连天 就是乌克兰了现在 你知道吧 现在这个行事在这里 如果习近平再干下去 所以未来五年到十年 一定就是战争 你记住这句话 什么北京 上海 天津 一片片的房地产的废墟啊 你那枪炮子弹一走过以后 你高了大厦 一瞬间就倒着着火了 那啥东西啊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习近平只要干 是中华民族的毁灭性的灾难 如果是再过几十年 习近平连任了 像有人讲的啊 我看今天有片文人还讲 说不但要下届连任 说是啊 而且还要什么呢 而且还要这个这个 永远的干下去啊 一直干到这个 只要他能干动为止啊 你想如果那样的话 你想这个 还有没有机会了 是不是啊 所以现在形势特别严定啊 你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他讲一次实话 他说呢 这个但是大家都知道 中国各地 所有这些地方 乘客公司 负债率有多高吗 百分之七百呀 你就想多吓人 而且每年光是利息 就是七千亿 你什么不干 你付的利息付七千亿 你干什么 是哪里找这个钱的 什么企业 你建一个企业 能盈利百分之十啊 催啥催着 我是知道 我也干过企业 很不容易 我跟你讲吧 他所以一旦这个轮爆了以后 它的威力将有多大呢 整个房地产市场 十倍都不值 到那时候你看了 遍地的房产 到处就像汪汪大哥那一样 到处都是房子 你就这一天马上就会来了 不在我这忽悠 这都是视频的忽悠 历史留下来 就像当年 我说 这个刘延平在郭文贵家里吃饺 在自我的吹嘘的时候 我就讲他一定要坐牢的 你知道吧 就凭他虚构的播起来 这个故事就要坐牢 一定坐牢的这种人啊 他说现在必须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做经营的 要迅速考察一下 城市化产业链相关的所有行业 进一步思考 它的商业模式和转型问题 所以千万不要指望房地产 能像过去那样 先于翻身 翻不了身了啊 并再次奇迹般的强劲复 毕竟时代背景变了 产业周期变了 全球化带着红利消失了 可国内的清零政治 还是一如既往的继续着 每一次大潮来临的时候 顺势着场逆着忙啊 最后他说 有世界500强国内知名 营销商表示啊 全国各地城投公司 这几年持续借钱买地 跟房地产公司做房地产开发 兰州城投违约仅是一个开始啊 不信你们再过 过一段时间你们看了 是吧 你看看习近平连续游会 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 这个新华社啊 就在这啊 也没有办法 小编的都无奈 你怎么办 黄奸民主宰啊 黄奸民现在拼了 让习近平要上去 是吧 摧毁习近平 这个外交多么好 黄奸民心想 习近平下去了我就完蛋了 2007年中纪委就被抓走了 习近平给保回来了 下一会儿也逃不了了 他就每天在想这个事儿啊 坚决不让习近平下来啊 但是已经没有用了啊 习近平大事已去啊 如果工党不抛弃他 工党很快就垮掉了啊 你看这个今天第二题很给力的啊 这个习近平和日本岸田文雄 就中日邦交正常化 吴氏公英互之客列 你打开看 实际是两个人 里边还藏了个人 这就是新华社黄奸民主导宣传的 为了跑给习近平 故意给李克强藏起来 李克强放在后面啊 以前是两个人分别 你发你我发我 还好一点 他不 你看他放在一块 避免别的议论啊 你可见这个斗争非常激烈啊 生怕影响习近平连任这个事儿啊 这讲到什么 但是今天的活动 中共的确非常重要 其实今天的活动 就已经习近平 证明习近平大势已去了 说共党好像还有点修复功能 为什么 你看现在特别重视和日本的关系 和以前不一样啊 你看以前忽悠日本的时候 对吧 那当然了 这个部队里边 还有一批人支持习近平 所以中国的军舰呢 我看到这个消息 中国的军舰和俄罗斯军舰一块 还到日本附近去骚扰人家 那说明部队有一些人 也是生了硬拽的 怕习近平下去 因为他搞得紧张 军委主席不能换了 在那留任 对不对 你就可以看出 但是今天的报道当中 同样讲了 习近平发了这个贺电 李克强也发了贺电 他这里讲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同岸田文雄护制贺电 你实在在的权还是在李克强手里 对不对 李克强具体现在在这管事 也就是说现在李克强如果杀手不管的话 习近平这个大船马上就掉底了 我跟你讲了 很多问题他无法处理啊 而且今天非常诡异的 你看学潮也开始发生了 社会的动荡大变局的这个端倪已经来了 起于清平自动的动乱 今天看到海外的万维网 有个片文的 讲到这个南州 这个讲究郑州大学 开始是出事了 他说 十月十六号二十大召开 他说确保 这个不给这个政府添乱 维稳就成了首要任务 然而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一些潜在的不安的因素正在写些 近日河南郑州大学传组有组织学潮了 深圳有居民 因抗议和警方发生了这个冲突 他为什么发生在河南 支持李克强的势力 这个明显的 你说现在谁走强 李克强走强啊 你不要以为李克强傻了巴基的 好像挺软弱 不是那么回事我跟你讲 李克强很厉害啊 你看综合报道 9月28号晚上郑州大学成百上千的学生 在校园聚集示威 唱国歌韩考要求解封 你到处解封 这就上一次是银行也是 报约也是在河南 是吧 为什么都在河南 这既涉及到什么呢 老百姓利权的问题 又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这个内斗的问题 这是非常诡异的 六四也是一样啊 六四也涉及到李鹏和赵子强矛 对不对 社会之所以出现动荡 往往都是有很大的因素 既有民间的因素 也有上层因素 中国才能改变 你看这个迹象又来了 是吧 下一步很快你听我讲 全国各地就会为解封这个事 形成跌头运动啊 到那天你即使你习近平连任 就他提拨这些人 我今天看到BBC有一个名单 讲这些人员 就算是按照你 有些人讲的情况 习近平如愿与少 全是他的人 李强能出来处理啊 还是陈敏尔能吧 还是这个王晓鸥能 你给我讲一下吧 他哪一个人不都 刘鹤能吧 新冠都不 新冠都治理不了 还能治理学潮 对不对 催啥催 对不对 你像赵紫阳呢 那个凌晨 你见到学生 同学们我来晚了 你很真诚啊 这个 是不是啊 你再换个人你看看 不要以为邓小平能这样 学潮 新军就能这样 没那个事 第一 过去经历过学潮的北京人 变得聪明了 第二 军队变得聪明 是不是啊 第三 美国和当年八九年一样吗 美国现在这兵地 全家人家门口了 恨不得你出事 直接就给你灭了 对不对 美国已经认识到了 中共世界的乱源了 你和八九六四 六四不一样 八九六四 西方就是一个道义上前世的 是不是啊 华尔街老板六四过后 马上就开始来勾勒了 现在形势已经逆转了 朋友们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麻烦 他说 让所有的学生在当日晚集体喊楼 但后来就能演变成大规模的聚集示威 网友表示了郑州大学的学生真的觉醒了 他们在喊楼唱义书中写到 今天他们可以限制我们的腿 明天他们就可能捂住我们的水 绑住我们的手啊 你看这个层次又上升了 从这个维权解封 最后上升到争取民主的游 那共党的垮台也是夜间 我跟你讲 所以蓬佩奥昨天在台湾讲得非常好啊 他过去不就是东西德的时候 玻璃墙倒塌的时候 他当着小牌展是吧 他说共产党的垮台 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比你们想象的快啊 夸决一瞬间 为什么 你就想明明这个外交搞成这个样子 和恶蝶宝在一块和美国作对 做错了 西华社还在这报道 人最怕的 你明明错了 有人就吹捧你 好 这个你的路找得对 再往前走 就是康逛大道了 矿一声 撞上去了 万丈悬崖掉了去了 你说是不是 这西华社就在帮这个忙 你的媒体也告诉我说 这个批评信这几年搞得不对 应该调整 咱们哪做的不好 对吧 谁敢讲 就得顺着他 越顺着他 越快越快 是吧 现在你可以看出 你看这篇文章讲 他讲的很好 他说我们 愤怒的学生讲 我们该做核酸检测 都做了 口罩该戴也戴 是不是还要摘个费 把个费摘一个 说这种一刀切 行政主义 官僚主义真恶心 那一刀切是谁反对的 李克强反对的 你看这知识李克强认出来了 是吧 你终于明白 为什么习近平 兴死东中 操募皆兵 老是不让老百姓出来 你这样呆着啊 别出来支持李克强啊 千万全力被送我手里 夺去了 夺去了 我姐夫这个覆盖问题 然后整宿 我要到法庭上去 是吧 他每天想着他自己的事啊 所以这篇文章讲说 只会让正处于三观 稳定发展 人格稳定形成 怀着热腔满腔热血 青春活活的大学生们寒心啊 只会让学生们 憎恶这个学校 只会激刺激矛盾 而非真正解决 长此以往 学生的心理健康受到影响 你们以为学生只是 萤火之光 丝毫不考虑学生的真正需求和利益啊 但是请那些用脚趾头做决策的人 记住 心心之火可以燎原啊 确实啊 你等全国郑州大学 这个是大学 他内部一通电 全国大学一连成片 一起来 完了 习家军随即处理 到那习近平又好离开家 小组长你去吧 也离开家 你去谈吧 胡春华你去吧 保证 你就从现在这个社会 这个矛盾来看 你说谁上谁下 是不是啊 习近平他也得找一个垫背的 是不是啊 大难来临得找个 这个深深蓝是吧 他自己那些人马 你是谁 你派刘奇去啊 你派栗战书去 就往小红去啊 你去看那个 你派那个 就是那个 陈明儿 你就看到他长那样吧 风一刮就倒那样 是吧 你说他能干啥 你给我讲讲 除了脆牛皮这伙人 还能干什么东西吧 就能变故事 黄奎明呢 能处理这些事啊 是不是啊 马上的 内乱就开始了 因为这积压的矛盾 十多年没解决 现在又无法通过什么呢 人事更迭 给老百姓带来希望 你下一步不就是动乱吗 对不对 先不用讲这是内 外呢 外是战争啊 你看现在普京今天 他说普京9月30号敲定 吞并乌克兰领土事宜 基辅继续反攻了 你看现在这个形势 内外都出来了 普京定于周五9点30分 在莫斯科正式宣布 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领土 此举受到国际社会的 广泛谴责 但他威胁 用核武器捍卫吞掉的土地 乌克兰法师继续反攻了 你就想吧 好就咱们打个比方说 习近平现在控制军队 军队渐渐支持习近平 好你支持吧 支持你胜利了 把你连任军委主席 现在马上什么 战争要来了 你现在怎么办 你和知不支持乌克兰 普京吧 你不支持 普京说你2月4号怎么答应我的 咱俩用秘密协议啊 一翻随了 他家就在你院墙外 就给你往家里扔河南了 搞不好人不扔 那时候扔你 为什么你把我骗了 你给我耍了 你出钱叫我去杀人 你说合作无底线 抱好吗 现在不帮了 我不给你翻脸吗 对不对 打仗 你要如果说 倒向俄罗斯 支持俄罗斯的话 行 北部战区出兵 出兵 就算是北部战区 愿出兵 能打败人家 这个美国 你乌克兰都打不过 你中共国打吗 乌克兰经历过战争 前苏联你想 对吧 人家有点历练 你这个武器 前苏联的武器 比中共还好 否则中国军队上 人买武器干嘛 你那个航母 山寨版航母 就不买 是不是啊 瓦格纳好 是吧 你就是怎么办吧 你进退都没有路 进没有路 退引力 你现在只有中国 现在没有任何道路办法自救我 自还都成为你 只有什么换人 上了李克强换个人 然后给国际社会 给美国呼哟呼哟美国 呼哟呼哟 这个和俄罗斯赖了仗 前任搞的 我李克强 2月4号不是我答应你了 你看他有路不走可走吗 所以为什么我说 很可能是习下里上 他只有这条路 对不对 这为什么 部队军事改革 这个国防这个座谈会上 习近平没出现 宗尚军没出现 王强没出现 防奉河没 魏弘河没出现 就等于要打仗 这个套全撤下来了 就等于 就算是骗 你也得告诉西方 咱这这伙人不能用了 再用咱不想打仗 也打不过你 你看不出来 你看对日本今天这个话怎么讲 和以前一样啊 和你这个宣传 虚假宣传 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点燃仇恨 日本风情一条街 都不让建设了 不让经营了 一样吗 不一样吗 180大转弯 还有美国就不用管 讲了 说在那磕头 还有英国一个人磕头 为什么 还有台海局势 和台湾的关系 都现在都不一样了 乐与城也没调回来 是不是 你可以看出 他上啥上 他怎么能上呢 是吧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 今天这个 这个信华社 你看三条 四条五条 后面这些大部分都是什么 大话 谎话 这个废话 自己在那吹牛皮 又有一个实的 什么实的新闻 就是中央网信办 开展网络 辟谣标签工作 整治乱线 这个是真的 你凡是批评习近平 都说你是造谣 就这个他是做是真的 你打开看看 他讲的啥事 也就是现在网络时代吧 不像以前了 你说以前哪有什么 YouTube视频 毛泽东时代有吗 毛泽东时代如果有这个视频 毛泽东不会搞专制 他没有条件搞专制 怎么搞专制 你欺骗谁 毛泽东这个时代 有YouTube 有Twitter 有脸书的话 你看美元床 我爸也不能去 我爸傻呀 我爸回翻墙 在工厂干的挺好 一看 原来你是个大骗子 我就给你处理完了 我得一身病 晚年有病都没前治 我给你上朝鲜去打仗去 保驾卫国 我枪都没摸过 我穿单衣 我傻呀 我爸再低能 我妈说得再长 最起码知道下雨往家里跑 对不对 你就想一想 那时代完全不同了 在现在的网络时代 习近平在想的 骗老百姓已经不好用了 乌克兰你看怎么打赢 不就因为俄罗斯 那是当时杜马副主席造员说 这个哲利斯基已经跑到布勒兰了 企图就是摧毁这个乌克兰老百姓的信心 结果怎么样 人家站在那个街头 小手机一拿出 啪 我推特一讲 我根本没跑 你看我就在这里 我要和你们一直战斗到死 立刻是古人一些谎言错破 一个网络时代和毛泽东时代完全不一样 毛泽东活到今天他也在改变呢 也不能像习近平这样 习近平傻蛋什么 这个网络时代他想学毛泽东 已经走不通了 你看他整整十年 你就看他现在这个名声知名度吧 你就看他这个评价 大家看个评价 是不是像新华社讲的 如此给全世界质疑的方向 你自己都没找到北 还质疑的方向是吧 我讲全大事话 习近平和我没有个人缘 他不是不起来 你看中国中央网信办开展 网络批谣标签工作整个现象 他为什么现在要整治 就是现在他的谎言打不住 对不对 他在搞这套东西 你看查了多少呢 这个全面梳理存量谣言样本 3342个 还不算多 那也就是在这个微博抖音百度腾讯 对八万余条的这个谣言标签 给他标签说什么谣言 那我问你 你要写一个说习近平的姐夫在香港办上一个大灾 这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吧 对不对 谁都知道 你保证他说你造谣 对不对 你说是随事真随假 是不是 你比如说你要写一个说 徐明临时放钱被人家整死在监狱 是不是真的 就是真的 对吧 存疑 那个人要放了几天怎么死了 是不是 他压你假吗 他说你标签随死真随假 随造谣 骗人吧 是不是 而现在这个时代他骗人没有用了 有啥用呢 你骗人 那些油球网站不光我在这讲啊 人家讲的人多了 那东讲一句讲一句 谁相信谁去看了 对不对 你想到最后你看看没看出谁撒谎 你包括刘彦平 刘彦平 我当时就讲刘彦平的撒谎 对不对 人家大连天天玉港餐饮有限公司 各五个四个派行 啊 我都是和他们游动有过交往的 他切眼告诉我 是他直指跳车摔死的 把放在冰库里 并非是给人的哥萨放在冰箱里 那哥萨活得好好的现在 还做生意的 对不对 你谎言在毛泽东时代行 那时候鸡毛信 就你家有这个这个收音机 别人家没有 那当然了 你自己嘴大 你现在你 连遍远山区老百姓都有手机的 对不对 如果真的是像这个行列上来的 像这个亿万富豪奖的情况的话 人家到时候可以随便在任何地方 有WiFi的话 共党一夜间就垮掉了 所以本来认为啊 今天这个不稳定因素已经出来了 万维网一篇文章讲的非常详细 他的题目是 二十大潜在不安定因素正在写些 过一会儿等到第二个节目 再深入给大家谈 现在看新华社这些新闻都非常重要 那么国务院联防联控 国庆假期尽量在本地过节 还是要高压维稳 等待清明 怕老百姓离开 因为你离开这个地方 他不是为了防疫 你离开以后容易聚集啊 你比如说我反习近平 你反习近平 咱俩谁不见谁 习近平不怕 孤立就给你灭了 就怕什么你一串通 你反习我也反习 我的天 是咱应该反着一块团结起来走上街头 他害怕啊 你知道他都搞这套东西啊 然后这里再就是今天诋毁美国啊 说美国是经济恐怖主义啊 等等这套东西啊 和阿根廷拉关系啊 这都是表现了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主导这个外交 在国际舞台的孤立啊 其实美国有美国的问题 我承认美国有很严重的问题 美国通胀现在你想 40年来最高通胀是吧 很可能搞中期选举要被共和党 这个取代了 说有些协谓 这是好事啊 两党都公开动态太好 他是钟摆效应 谁做的不好 好就给他逆补了 所以美国才强大 这还是个好事啊 中共国有两党找好了 你要李克强和习近平两个公开斗 那咱们就不用这么忙活了 是不是啊 都是透明化了 你看这个药文聚焦里面啊 今天没有领导人就是现场出来的 为什么全部在备战20大 每个人都在忙活选票啊 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啊 也是中共建党百年这个黑帮 最民主化的一次党内选举啊 你不一定看吧 所以我说李克强也好 习近平也好 谁也不知道随上随下 我搞那天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看到BBC 进来也跟着凑热了 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到什么呢 说哪些常委竞争者 这个有这个优势啊等等啊 这里还列了个表啊 胡春华五十九岁 丁薛翔 陈明尔领 墙里希 你看看啊 都要表格 大家不外乎 八根嘴 就为了随上随下去争吵 我要告诉你们啊 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啊 习近平这刻想都不知道自己 到底随上随下 确定不了他那些什么东西都是 都在那选的 我给你讲啊 正因为这样都聘了 因为习近平手里的确掌握很多实权 首先意识形态 网络啊 电台电视台 这些媒体 现在都催习近平 就催糊了 露底了 是吧 李克强什么 李克强就忙活那些实实在在的事 利用他守着的权力 是吧 你看今天有很多的 这方面都讲到啊 讲到这方面的事啊 啊 你看今天这个药文聚焦里是继续催习近平 说习近平的这个啊 在这个上和峰会这个 这个会上的讲话 单行本出版了 你反正是国家纸张有的事就浪费了 是吧 随起看的都行 你自己的晚宴都不敢参加都跑了 你还出这个单行本干嘛 保证明天又好出来一篇文章 单行本出版发行以后引起强烈反省 其实谁强烈反省啊 谁跟这怎么回事啊 还当笑话讲 是不是啊 就催吧 是吧 你看后边还有个李克强 这个出来的新闻啊 这个也是 其实也是许的 就什么 像沙特王储兼首相 穆罕默德 指贺店的 李克强今天 在版面什么占优势 两个店是吧 上一个店是藏在习近平 大翅膀后边的 现在浮出随便了啊 那么后边这些活动 很多的都是这种虚假的宣传啊 尤其是你看 专题 第九届好记者讲故事 邀你投票 还没完 天天放着 没什么本事了 就靠什么讲故事 就让一个人 你叫人应该好好做事啊 就包括你自己个小孩 你把事做好了 别人就评价好 他不是 你不用做事了 你现在作恶 然后你讲好故事 你到处出去干坏事 然后你就讲自己怎么好 谁相信呢 哪个人能听你的 所有人跟你讲的话 都是别人希望你听到的 你为什么失误犯错误 摘跟头进圈套上到手里 就是意味你这个 别人讲给虚故一个事实 你看这个我都每天接到啊 比如说你那个YouTube网站 经济上收入多了以后 就有了 银行就盯上了啊 其实也没有多少 他们说信里话 做生意没法比 但银行就要着迷了 哎呀 我们有一个什么什么基金啊 有什么活动请你去 去吧 你要真去了以后 那大厅的灯火灰黄的 实力也雄厚 那些经济就跟你讲了 你这个钱放在我这种 一千 再过三五月就是两千 稳稳当当的 那个就给你虚构 这叫什么理财经济 其实都是骗局 为什么呢 首先你到这个国家 你语言都不行 那个大合同上面写的很好 但下面还有个小字 很小很小 一百小字 你没看清 那上面写的 不管赔和赚都是你 不管是赔和赚 他都有赚 啊 你就炒这个东西 股票也好 期货也好给他 就等你找了个金 人替你炒股票啊 赚了钱都是他的 赔的是你的 你不给你看吧 要你真想做 你和他欠一个 走这拉就是 钢笔写个合同 什么合同呢 你帮我炒 啊 赚的钱都是我的 赔的钱是你给我付 你房产给你压上 你看他干不干 往往都给你画了大饼啊 头巴 怎么样怎么样 很多人上当首篇啊 记住天上不能表现兵啊 所有人讲话都是这个这个 告诉你 希望你知道 你要记住了啊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 当然咱们生活当中的小事都不少费啊 我说的是政治上的大事 你看就麻烦了 你看崔的西平这么好 你就想他干这十年 中国现在到什么地步的结果 从未有过的国际上的孤立啊 过去毛泽东实在是大饥饭 饿几千人呢 你仅仅是饿死了中国人 现在是什么呢 是搞出这一个病毒 咱们就算它是无益的吧 啊 不是有益的祸害事件 无意搞的 使全球多少人丧失了什么 到现在还没治理灭完 他自己现在的清零 你就想想 你不觉得这个事就很可疑 为什么这个病毒转了转去 又转你家去了 又转你这个地方 老也不玩 你觉得这事都是偶然的吗 我认为不是偶然的 我跟你讲吧 你 你却要反思对你自己犯下的罪行和错误 那肯定那个东西讲的肯定就要缠绕你不去 一定是这样的 我跟你讲吧 你祸害别人 最后就是祸害自己 不论是谁 在生活当中你骗人也是 你骗了一时骗不了一时 最后就是骗自己 你没有任何朋友 我那一时看了好多这个公安厂商场 我看的人多了 我跟你讲 从发生发展 鼎盛到帅王到死 我看了多少 就像大连那个小本本子死 大连比王建林成功多了 当年 是吧 虽不知道 魏仪行经贸一些公司 最后脑袋掉了 是吧 以前我曾经多次讲了 那个实验国民讲的这些故事 建立太多东三省我跟你讲 人呢一定要诚实 像习近平 现在这个在新华市的吹捧下 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就是说 修护他的错误了 也没有人敢给他提批评 因为他这个人地能愚蠢狂妄 又特别的霸道 搞到今天程度了 绑架了14亿中国人民 像的什么 就是像在雪崖峭壁 其实已经落到雪崖峭壁里面 还在压块石头 压块石头还讲 你是伟大的领袖 石头压你甚至 是吧 其实现在我已经看出了 就是中共内部当中 这些元老们已经形成共识了 就要 红一好还是逼一好 就是逼他下台 要救党啊 救经济 他到底能不能救 咱就不知道了 是吧 你看今天这个 这里这个这个 讲还有一篇文章啊 因为要面临 搞不好面临战争了 是吧 人家兵兵成家 又不放过你 要揍你了 一开始 牺牲七十几年 无名烈士 被找回姓名 你虽然无名 但人们不曾忘记你 谁愿意死了七十七年 人才知道是谁 你给我讲一天 我是不愿意叫我爸爸 成为兵雕连 我就实在讲 我承担全部责任 我亲眼看我爸爸 你看他多潇洒年轻 这个江崎 你看大连水产养殖公司的工人啊 海带分苗 其实我爸爸发明 他没有文化 他是山东老卡 山东啊 我姑姑回家探亲了 我姑姑嫁个虎林仙 黑龙江虎林仙 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人 当年呢 我大鼓就走了 长得漂亮 走了 回家 我爸爸的弟弟 出地的乡下 他姐呀 你不能给我带到这个外边 渐渐封世界 他姐说 好你就跟我走吧 就带他来了 原本是到准备到大连做完船 下了船 准备到黑龙江去 我爸一看大连这么好 我的天哪 我不走了姐 你自己走吧 我在这创业 你能行 行 一点钱没有 睡桥洞子 吃菜包子 我爸爸跟我讲啊 三五个月啊 民工就民工 完了找份工作 随产养殖公司的工人 就摇卤啊 里面中海带到海里 你看吃了海带 就是中海带 我爸干那个的 啊 刚让城口 混了个党 团子部的组织委员 抗美援朝爆发了 毛泽东一忽悠啊 保家卫国 啊 跨国压得这样 凶旧就强 跨国压得这样 再不打 帝国主义就要把 就要 是我们吃二茶苦啊 二茶醉 我爸卫国抢就走了 你想 三年了 我妈妈眼泪都哭干了 整三年 没有任何信息 最后迎接资源军的时候 谁没告诉他们回来 都到那个码头啊 坐船啊 哎呦我天回来了 结果晚年呢 57岁就死了 伤寒病了 死的时候 还相信说 这是美国头弹 头的细菌弹 给它造成的 现在我终于明白 是谁造成的 就是毛泽东的 集权统的欺骗造成的 最可悲的 现在这一天又来的 又开始骗人家 年前上战场 给他打仗 你想你明明和美国 搞好关系 你明明是不赢党和俄国帝 绑在一起 你明明应该和日本 都搞好关系的 把人家胡耀邦当年的 胡温时代的好的 继承下来 和谐社会 也不折腾 韬光养灰 对内修养生气 他自己非要整老大 整到今天 惹出事了 老百姓要通向铁地 保护他呀 你去想一下 这多可怕 不是我在这对他有成见 我跟你讲 我是去切身体会 我哥 我弟 我爸全是当兵 就没当兵 你就想咱家人付出多少代价 咱现在还是文字欲受害者 你就想想吧 共产党是什么 共产党就是白耳朵 这是世界上必须消灭共产党 为什么 他是个反人类的一个政党 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就是他这个政党 走到今天 就是必须要灭亡 之前出现这么一个历史人物 给全世界带来宰的 你觉得现在俄罗斯的事 也算造成了 他不给普京前十年的大胆 买天然气石油 普京怎么能敢进攻乌克兰吧 他俩商量好了 你们进攻乌克兰 我进民台湾 然后咱俩重溯世界秩序 咱俩到老大 才造成今天的情况 结果他这条腿让元老脱住了 不让他往下走了 再走的人就制裁他了 元老的钱就没了 你明白吧 现在就处在这关键时期 所以本人认为 什么随上随下的 习近平和李克强都不知道 是不是 反正是 每一个中国人 我要奉劝你们 只要你们有良知 你们自己的亲人还在国内 你即使不在国内 你是来自这个母帮 你爱这片土地的话 你就应当知道一件事 现在历史到了十字口 世界到十字口 要和平 还是要习近平 这是个关键时刻 好 谢谢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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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